我们在雪州是反对党 今天反对党的声音在雪州 是否能够有马华的代表 就看你们手上的一票了 各位 今天在雪兰娜州 有12个反对党的议员 都是武统的 各位 今天马来西亚华人的政治 已经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今天我们马来西亚华人的版图 政治版图 是否能够扩大 随着李景洁 作为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这里的大议室 少不了华人 由当时的周宝琼 李金思 林安坤 陈沁家 到后来整治反对党的 这个中道常事国阵的 刘律玲 再加上呢 在2008年308的时候 中学的杰古丽 李陈津 这些都是华人 包括最近辞职的李景洁 少不了华人代表 今天 我们是不是能够 大家给一个机会 让马华的人 尤其是像美芬 这么有诚信的一位领袖 靠得住信得过的这位领袖 让他去选州的州议会 为大家讲话 成为你们的这个人民的侯实 各位 这个就要看大家 是否能够给这个机会 那么今天 我们看到报纸 报纸怎么写 卡丽说 他跟中央签署水共的协议 是为了人民他这么做 但是他党内有一些人不认同 这个水共的问题不能够这样轻易的 跟中央就妥协 各位 还说出呢 水公司的这个价格 还叫别的公司去 股不同的价格呢 来审视呢 打这个水公司的主意 各位 这证明什么 血州里面有问题了 如果说Aspin跟Karlene的问题 从另一个角度我们看呢 是整个政党 包公正党的问题 但是政府的硬作 政府的这个道德来看呢 它是一个整个血州 政府的严重的问题 因为里面宣出了太多的问题 包括Karlene本身说的 他要求反贪务委员会 介入PKNS 血州发展期里面的舞弊事件 也绝对不是莫名其妙 把自己的党首席主席呢 给炒掉 不做这个PKNS的董事 各位 间中有很多的问题 都是呢 人民没有权力知道的 所以 今天把周美分放进去州议会 让他挖出更多更多像类似的问题 让他成为有效的反对党议员 这是我们今天一定要做 第二点 我们一直说 过去九个月 李景杰说 我会从PK搬过来住 现在他是搬走家营 他现在跟家营说 拜拜 多恰多恰 我不做了 我不做了 各位 这一个人 当时在中学的时候 人民给他多大的委托 六千八百多张多数票 让他赢得这个州议席 不过 他从来没有为人民服务 今天我要站出来跟大家讲 当明年的领袖说 雪州政府是蒙大顶的 很好的 我要告诉大家 这么多州 国阵的州比较起来 雪州的确是呢 最好的记录的 在哪一方面 就是在商业制造费呢 除了咖啡店 他怕人家讲东讲西 没有起价 面包店不起价以外 所有的行业都起价 不相信你会没一间店 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调查 这些账涨幅呢 超过多少 46%到282% 各位 你一直在批评 国阵说 物价高涨 我们人民吃不消 那我就要问你 为什么制造面的工厂 那我们在巴萨买那种面 黄色的面 那个工厂啊 哪里有理由 从千多块起到两千多 两千多块的 这个制造会起到四千多块 这代表什么 各位 他们本身也是造成 百物高涨的其中一个呢 罪魁获索 对吗 所以今天你要体系民困 你必须呢 讲到做到 这些什么问题呢 原来是 我们看到 阿斯密跟这个卡列不妥 他控制了党的资源 他的问题在哪里 今天你可以看得到 安华本身是跟阿斯密 站在一块 跟卡列对立的 所以他说 我叫卡列过来 向我解释 这个水购的问题 为什么跟中央协调 各位 这一个证明什么 他们的问题非常严重的 今天如果你把票投给安华 表示呢 你对呢 卡列啊 就 锅他一包 为什么 今天摆明呢 安华 27号 1月27号说 我不会在 加将参与补选 28号 3点钟 他说 我正式代表公政党 因为人民的要求 我来这个地方竞选 记者问他 你是不是为了做周务大臣 他说不是 29号 我们农历新年 前两天 李锦杰就记者会说 我制造这个补选 是为了让安华 做周务大臣 各位 这三天的演变 你看看 发生什么事 当安华在28号 局里否认的时候 一个礼拜过后 我们那时还庆祝新年 他接受澳洲的电视台 Newsline 他讲什么 哦 我是要做周务大臣 要委任卡利 作为这个周务的经济顾问 各位 这个人一个礼拜前 跟一个礼拜后 讲的话呢 完全不一样 不要说一个礼拜 一天前跟一天后的话 都不一样 像这样的人 如果你要我两个血 比较有诚信的话呢 我觉得卡利是比较有诚信 至少 他知道人民痛苦 苏埃洛已经20多天 没有水了 苏埃洛有23天 没有水了 他知道人民的痛苦 他知道在这个时候 如果继续在玩政治的话 人民没有水喝 这样的话呢 会影响我们的生命 所以他说 中央政府跟州政府 一定要协调 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 当我把这个东西讲出来 我要告诉一点 就是呢 人民百姓的死活 是不管中央政府 州政府都应该做的 作为一个父母官 今天你既然是州议员 你就有职责代表人民 把人民的声音 那些宴言 包括制造被起价 包括垃圾没倒 你看看这些附近有几个呢 堆进庐山的垃圾堆 这些什么问题 以前 前朝政府 六年后不能再挂钱 不能够再挂钱朝了 2008你赢了 2013你又赢了 六年之后你还挂钱朝 我相信只有活在过期的人 会这样做 所以这一点你可以看到什么 今天我们要每分进去 填补这个真空 地方议会已经六个多页 没有开会了 因为他们里面的内讧 选不出市议员 刚刚才选出来 各位 这个已经慢了 人民百姓的声音是没有办法的 通过有效的代议师 在这个地方议会 我们的市议会内里解决 门牌税起高 很多明年的议员说 那个回应不足道 我昨天 我也拿出 12月20号2013年 他们在马来西亚基尼说什么 明年的周星政医院他说 我们的起伏是很少而已 各位 400多块变1600块 你觉得是很少吗 这些卖豆腐的人 做锁食的150块 本来一个高得而已 150块现在制造费400块 每一只锁食 他说我必须起五毛钱 或者至少两毛到五毛钱 这个证明什么 这个成本已经提高了 这是第二个填补地方代议师 美分就可以做得非常有效 因为他曾经在 这个巴达林在野这个区呢 做过国会议员 那里的服务呢 是可以说啊 口碑非常好 第三 为什么选美分 美分是一个有良知从政的一位议员 他怎么做 他虽然在雪州 他是反对党议员 但是在中央他却有呢 执政党的这一个执政的有势 今天我们看到 今天如果你让雪州政府去处理啊 我相信他们没有办法处理好 为什么 安华告诉他们 安华作为经济顾问 他说每一个地方议会 如果你增加税收 你们呢就有有奖 可以出国旅游 不是我讲的 报纸刊登的 为了刺激增加他们的收入 他这样做 所以现在很多措施呢 以前的市议员 高翔威呢 是从500到600块 他当时国政做议员的时候 是这样多 现在的议员是多少 1500加上助理 加上办事助 有4000多块 他钱哪里来 就是向人民开刀 各位 因为这样 我们看到有一些东西 必须要有中央的资助 不管是道路基本设施 水贡的问题 美分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优势 他代表雪州的指名 即使在雪州是反对党 我觉得我们可以超越政党 在必要的时候呢 协助雪州 争取更多的中央计划 来到雪州 我想这个是美分 作为前任副部长 他有这个优势 可以协助扮演这个桥梁的角色